嗨,大家好 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们利用cooler pattern或者是dispatch 去做这种true false的筛选 那因为我们可以判断的呢 就是只有true跟false 所以不论你中间怎么样子去调整它 true false的这个顺序 你最终会产生的都是只有true一笔 或者是false这样一笔 顶多就是两笔这样的资料 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如果我现在有三笔以上的资料 你想要做筛选的话 要怎么样子去做 好,我们可以到set标签底下呢 我们选择这个sift pattern在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前面呢 一样我们利用网格来创造一笔资料 我们到vector标签 选择这个square这里 然后呢大小一样把它改成10 好,然后一样截取出来 然后做隐藏 好,那我们在后面这边 你看它这是tree的结构嘛 我们一样按右键选择这个flatten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直接把这个结果呢 送进sift pattern的list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后面一样给它这个bounding surface 给它填满这个面来帮助我们做阅读 我们直接把这个结果送进来 你看哦,它现在呢 其实这边上面是写0011有没有 它这个判断其实跟我们一开始在用dispatch的时候 是非常相像的 但这个是它后面这边是两个的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你看它这边就有产生这个加减的符号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资料去做多一点的这种筛选哦 这个时候就跟dispatch的这个差别有明显的不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这个pattern 它这边是写0011耶 不是像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不是像是dispatch这边 这边是写true false有没有 它这上面是写0011 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个cells 我们给它一个panel版 好,放大一点 好 它现在是0011对不对 它的这个意思是说我现在有这笔资料它的顺序是这样 012345这样的顺序 然后呢它会按照0011这样的顺序 它会把这两笔这两个方块 它会被丢到0的这个 也就是这个位置这个通道里面 然后这两个是1嘛 它这两笔资料它就会被丢到1的也就是这笔资料 这个通道里面 然后呢它是会继续重复的 也就是说我接下来这一笔这两笔会被丢到0的这个通道 这两笔会被丢到1的这个通道 也就是说呢如果我在前面这边 我多打了有2的这个通道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可以针对多个去进行筛选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在这边我给它打0112 好这样子的筛选规则 然后一样记得按右键选择Multi-Lite Data 我把它送进这个shaped pattern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哦 我如果现在是用0112这样的规则去做筛选啊 一样这笔资料这样子的顺序有没有 所以这会是被送到0 这被送到1 1 2 这被送到2 再来0 1 1 2 它就会被分别的丢到这几个不同的输出端里面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针对后面的人来做不同的一些结果的呈现 我们在0呢是做上这个面的 然后我们在1呢我们来画圆形好了 我们一样给它这个area来产生它的这个中心点 然后再点呢我们用curve来画一个圆 半径呢给它3 好 然后在2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样给它这个中心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改成画三角形好了 我们选择这个polygon 移过来一点 一样在闪脆的地方送进来 然后编着这边呢 给它一个3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画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原本这边这个网格 我在0的话呢我是做面的填满 1 1是画圆 2的话呢是画三角形 然后再重复 0 1 1 2 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的话就是针对你前面这边给的这个通道的顺序 它会按照你原本这边这个list 它原有的这个资料的顺序哦 原有这个资料的顺序它会分别呢按照这个 你给的后面这个0 1 1 2的规则 它会把它分别丢到这几个不同的通道里面 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shift pattern 那它有一点跟dispatch有点不一样 好我们一样回到这边 我们给它一个dispatch 我们先接进来 你看哦 我们这边原本啊是25笔资料 对不对 然后如果dispatch dispatch它是分成两群 然后我们看第一群是true的 它这边是13笔 第二群是false的 它是12笔 这两个加起来总共会是最前面的这25笔 对吧 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shift pattern的话 你看到后面这边的结果 它是25 这个也是25 它其实会把你每一笔 它都会把它是视为一整个 只是说你看到它后面这边有几笔 它再不是筛选到0这个通道的部分 它就变成是nual 就是变成是空的或是没有的这种资料的这个状态 所以一样如果你在1的状态 1的这个通道的话呢 它其他的就是变成是nual 然后它的资料一样是维持在这个25的长度 那这个的话呢是它跟这个dispatch 这个资料长度上面的一个差别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颗电池 是这一个pick and choose 在这里 这个的话呢 一样是针对资料去做筛选的 那它其实呢 你看到它这个其实很像这个shift pattern 它是把它倒过来 有没有它后面这边 这个通道呢 它把它变成是这个输入端了 所以呢它这个其实差别就是在 就是说我前面这边呢反而是可能我有两笔不同的资料 然后呢我用pattern这个中间这个pattern的方法 我利用这个pattern来针对这两笔 这两笔资料分别有不同的通道 我来分别是把针对这个通道来进行筛选 我可能会先筛选零通道的东西 接下来再选一 然后再选零通道的东西 再选一通道的东西 然后最终呢才会是我最后的这个结果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来产生两笔资料 我们呢先把前面这边 这个进行隐藏 那我们来产生第二笔资料 我们第一笔资料的话就是这个网格 第二笔的话呢 我针对这个网格 好我一样给它中心点 我在这个网格上面呢我来画圆 我们到Curve底下这边选择Circle 好稍微移动一下 一样把它中心点接进来 然后半径选择3 我把这个点进行隐藏 好那现在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两笔资料了 我们呢可以把它分别送进 Pick and Choose的零通道 跟E通道 好那呢我们现在分别先给这个 这个网格给它一个Panel版 我放在这里 然后呢再给这个圆的网格 一个Panel版 我放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ick and Choose的这个Pattern 它现在是01 意思是说呢我一样这些资料 它都是有这个顺序的0到14 0到14这样的顺序 然后我会根据这个Pattern的规则 我会跳着选 我现在给的是01有没有 所以呢我现在这边会先选0通道的 然后接着再选1通道的这个1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这边的Pattern 我把它改成给0101 好这样子 一样Multi-like data 然后呢我把它送进Pick and Choose的这个Pattern里面 也就是说呢我会变成是 一样这个顺序哦 我会变成是我会先选0通道这边的这笔资料 然后接着呢我会选1通道的这笔资料 然后是01101嘛01 然后是这笔1 然后接着是01 它其实会根据你原本这个前面这个资料这个序列 它会按照这个顺序 只是说呢差别是在于你现在要先选0通道的 还是选1通道的 所以呢你资料构成的话呢 它其实会牵涉到的是你这个通道的这个资料 分别是什么 才会按照这个顺序去将你整个资料去进行构成 也就是说呢我如果这边是给01101嘛 我后面这边的呢我先把这个Panel删掉 然后呢把这两个进行隐藏 还有这个也进行隐藏 我后面这边呢会筛选到的其实就是变成是说 只有这个网格 你看01101第二笔资料是这个原 然后第0笔资料是网格 01的话是原 所以它会根据这样的顺序去进行这个资料的筛选 然后你会发现它怎么没有继续筛选下去了 这个的就是差别所在 它的差别呢其实就是只会针对你 这边给几个Pattern 它就针对这群资料去筛选几次 所以你前面这边Pattern给多少个 你后面这边呢就会有几笔资料 我前面这边给五个 它后面这边呢就会只有五笔资料 那你如果想要针对这笔资料呢这个Pattern的规则 你想要让它变成是符合我们前面这边这个长度是25个的 的话呢你除了直接这样一直打成25个之外呢 你可以在set这边我们在这个sequence底下这边有这个repeat data 在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将你这个资料去针对你想要的长度去做一个重复的哦 好我们呢直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规则我们把它送进repeat data的data里面 好然后length呢就是你最终想要这笔资料的长度 我想要它是前面的25个嘛 所以我这边直接打25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给它一个panel吧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后面这边呢其实就会产生25个数字了 它就会根据你前面这边的这个资料呢 0110101101这样子一直去做重复 然后直到你最后总共是25个 这样你如果这边是26个的话呢 好你如果这边是26个的话呢 它就会到这边 你看01101然后再26的话就会变成是0 所以这个repeat data呢 是根据你想要产生几个数量的这个数据 去做你前面这笔资料的一个重复 所以呢这时候我直接把这个repeat data的这个data的输出端呢 我把它送到peak and choose的pattern 这么一来呢我就会同时 筛选出很多这样子不同的这个图腾 那它前面这边变局有没有 因为我前面这边pattern我给了26个 但我其实只有25笔资料要去做筛选 所以这时候我只要把它改成25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针对sipped pattern 还有peak and choose的介绍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sipped pattern的电池 介绍说如果你想要进行这种两种以上的资料筛选 的话要怎么样子去做 然后呢有介绍这个pick and choose 它呢是针对你有两笔或者是以上的资料 然后你透过一个pattern的描述呢 去针对这个这两笔或以上的资料去做筛选 跟sipped pattern是不同的 然后呢在最后有介绍这个repeat data 来了解说怎么样子透过一笔资料的一个重复 去产生我们想要的这个pattern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